说到《倒退撸》这首台语摇滚舞曲 虽是25年前的作品 但至今还被奉为是台湾摇滚歌里的神曲 当年它红遍台湾大街小巷 后来更流行到东南亚 至今年轻世代从网络上点播视听 还是会被它难以归类的曲风 即超长又绕舌的歌词电倒 怎么有这么怪异又俏皮的台语歌 至今还真无出其佑者 因而《倒退撸》的创作者和演唱者黄克林 也赢得了台客摇滚教父的美称 事实上黄克林真正的专业是在广播 他的广播节目《克林俱乐部》 在40年前就已非常叫做 最鼎盛时期在全台湾有30几个节目 至今 克林俱乐部依然在地方电台活跃着 目前还在在线的主持人 很多都是黄克林指导过的学生 人称黄克林为台湾怪节 他在演艺圈的崛起和臣服 充满传奇的色彩 本名黄天林的他是台北大职人 十几岁起他就离开家乡 独自在台湾各地闯荡 南北二路走透透 三教九流广结交 无师自通学会多种技能 我的吉他自弹自唱 作词作曲 电台主持节目及电视节目制作等 都未曾拜师学习 我的老师就是书 小时候书读不多 所以我长大后非常爱看书 家中什么书都有 他说 退伍后 黄克林结识新竹地方电台 广播节目主持人陈秋和 因缘际会走入广播界 主持了克林俱乐部 凭着三寸不烂之蛇 在节目中推销药品 因而大发力士 不但逐步扩张广播节目的版图 后来更跨足电视界 主持电视节目 美雪过五线谱的他 凭着天赋 创作了不少 筷子人口的台语歌曲 除了京市制作倒退撸外 还以《少年仔甭抓狂》一歌 入围了金曲最佳作词人奖 大约二十年前 黄克林在同乡 某位政治人物的游说下 参与了台东一个土地的开发案 结果无端卷入债务的风暴 重创了他大半的资产 但这一时还打不倒他 真正让他一吸白头的 是他当年才二十八岁的独子 因罹患恶性肺癌转移到脑部 才入院两个月就撒手人寰 我是非常坚强的人 却被我儿子的死彻底打败 儿子一走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手边剩下的房地产我通通放掉了 他至今由难释怀地说 在那之后 黄克林自台湾出走赴大陆经商 也在全州主持广播节目 淡出台湾的演艺圈 少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2009年他回台湾创立孝道党 并担任党主席 标局以孝为本品德为尊 大孝是孝伯 小孝是孝亲 孝子皆盛贤 逆子无落见的理念 最近他有敢于台湾发生很多逆轮的案件 台湾的戏剧界和媒体界 总是传播有为教化的风气 他心有不平 有很多话讲说 而最能让年轻人听见他声音的方式 就是透过俗歌有力的台语摇滚歌 饱刀未老的黄克林 近来不但出品了最新专辑 《少年也乖乖卡听话》 还找到几位年少俊帅 又会唱的年轻人 筹组了天鹰摇滚乐团 打算重出江湖 这些年常在大陆 更能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台湾 我写 有钱识轨会推磨 最能代表我这些年的心声 酒色财气 美像拢妈童 梦中虚实啊 四大皆空啊 钱淫如土粪啊 仁义势值千金 三十年前 黄克林就皈依观世音菩萨 成为虔诚的观音弟子 他盖观音庙 弘扬观世音 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的法教 早年 他成立观音保安功德会 也担任过道教联合会执行长 宗教一直是他行事处事的重要准则 黄克林说 他在广播界开始走红之后 为了应酬 天天都要喝好几摊酒 走到哪喝到哪 夜夜喝到天亮 我写 酒场浪子这首歌 是真实的心声 道上的朋友来敬酒 不干杯 就说是看不起他 就这样喝到通海 因为喝酒过量 黄克林说 他喝酒死三次 一次是为了感叹 除了大车祸 一次是喝到心肌梗塞 还有一次是喝到休克 被医生宣告死亡了 结果隔天早上 又离奇地复活 后来透过一位命理师的介绍 黄克林到桃园 认识一位简宰仙 也因此皈依观世音菩萨 此后 他酒和烟都不碰 尽力保养身体 并且开始找地盖观音庙 他笑说 我会做倒退录这首歌 其实跟建庙有关 原来庙建起之后 黄克林想起 他在日本的庙会活动上 常看到信徒 以唱歌跳舞来迎神献祭 他想 我也来做一首搞笑的迎神歌 放到我制作的综艺节目上用 那时林强刚出道 以一首向前行打响知名度 黄克林灵感一来 就做了一首和向前行对照的倒退录 为什么叫倒退录 因为农业时代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鸟兽虫鱼 行走时都是向前行 独独人类有一种倒退走的动作 那就是农业时代的插秧 农民一边倒退走 一边还摇屁股花 这就是倒退录最原始的构想 他说倒退录采用了台湾民苏里的 收经、千王歌等宗教歌谣的元素 引起广大流行 其后所录制的歌曲 多带有劝诗歌的味道 这首歌乍听向晚大杂烩 东掺西家 但滋味却互不干扰 黄克林说 其实我不是在讲怪力乱神 我写歌最真实的目的都是在劝识 这几句歌词就隐含了戒毒和行效的概念 我写的歌后来为什么会流行 就是因为有教育意义 不同时代来听 内在的价值都是不变的 1992年 黄克林以少年仔甭捉狂 入围金剧奖最佳作词人奖 1997年 黄克林客串中国电视公司 八点档连续剧 天工很好人 黄克林出身大直的农家 是十个孩子中的老妻 我父亲散尽祖产 对家庭没有责任 我老母为了雇家庭非常辛苦 我七岁开始就会帮她煮饭 做各种农事 她说黄克林说自己以前是个浪人 没有正式的工作 直到当完兵 认识了广播界的陈秋和 想拉播她到电台主持节目 以前要进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要先加入广播协会 向新闻局申办一张播音证 才准主持 那是办一张播音证 要两万五千元的介绍费 在五十年前 这样的数额可以买一间小房子了 她说 黄克林的母亲为了让儿子 有一个正式的投入 在十天之内 筹到了这笔钱 我阿母开一间小杂货店 卖点小东西 她交给我的那包钱里 大多是五元十元的林朝 我一接过那包钱 眼泪就流下来 心想 老母哪来的钱 原来 母亲便卖了她身边的首饰 还和邻居标会 来为黄克林筹钱 黄克林说 我可以大胆说 我一生没欠过任何人的人情 没向任何人借过钱 独独欠我妈妈的情 我奉劝世人一定要尽孝 所以我创立孝道党 也写了妈妈恩情 身似海 和慈母赤子心等歌曲 来歌颂母爱 黄克林进了广播夜后 没几年就赚到大钱 她开着双臂名车 载着妈妈到处游玩 我若几天没见到老母 就很想念她 我有了钱之后 却从未出过国 因为老母若超过三天 没见到我就会碎碎念 她笑说 母亲上了八十岁以后 黄克林才走出国门 有一次 她才去大陆第三天 母亲就因没见到她 而不肯吃饭 结果引发糖尿病问题 被送医院 兄弟赶紧打电话 把她从大陆招回来 黄克林对母亲的孝心 周边的朋友都知道 和她合作电视剧的艺人 阿匹婆感动她的孝心 因而收她做肝儿子 1980年代 以连续剧阿匹婆走红 并以阿匹婆为艺名 从此 她便以林家阿嬷形象 风靡大街小巷 成为五六年级生 共同回忆 2004年 获颁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堪称台湾演艺圈 国宝级演员 只可惜 这位老戏谷在2009年时去世 索性上天疼惜 完成她晚年许下 只求好死的心愿 在睡梦中平静离开 在追思会上 身为义子的黄克林 可是哭得不能自已 黄克林认为 一个人若没有孝心 就算当了总统 都比不上有孝心的乞丐 所以 她统筹了以前保安功德会的人脉 申请成立孝道党 推动孝道 教化人心 是我有生之年的心愿 我怀想老母对我天大的恩情 对天下母亲 致最高的敬意 我的孝道党和政治毫无关系 我要推动的是 对父母的敬意和爱心 我要见观音禅院 请老师来讲经说法 推行孝道 黄克林先生的孝顺 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俗话说 百善孝为先 自古以来 孝便是中华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论语 学而终也讲 是父母 能结其力 竭尽自己的能力 去孝敬父母 由此也可见孝的重要性 孝敬父母 回报父母 也就因此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事业 最后 祝愿黄克林先生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拜拜 听众认识 感谢观看